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财政政策工具 在第18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说明 货币政策工具的操控权呢 是掌握在中央银行的手中 那么今天 我们要讲授的这个单元 财政政策工具呢 它的操控权呢 分别在财政部以及主机处 那么待会我们也会跟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的选取目标有三个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政府 它的财政收入的来源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政府的这些钱 到底是用到哪里去 就是财政支出 那当然在财政支出的地方 有了谈了财政收入 谈了财政支出 当然我们也要谈一下政府预算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最后呢 我们就要是要跟各位同学说明是说 政府 他们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工具呢 来影响整个总体经济的目标 就是他透过什么样的政策工具的 这样的一个操控的方式呢 来影响这个总体经济的表现 在这个单元我们的学习方法有四个 第一个我们希望各位同学 在上课之前能够先针对这个单元里面的一些内容 先做一些预习 第二个呢 各位同学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能够专心的听讲 把老师所讲授的一些重点 把它记录下来 那回去之后呢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针对 老师在课堂上面所讲授的这些重点呢 把它再重新的复习 把它整理成笔记 第四个最重要的是 当你了解到了这些理论的内容之后 这些内涵之后呢 我们更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找到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随手可得的一些例子 把这样的一些生活经验 跟你所理解的这些理论 能够相结合在一起 对于各位的学习 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课程 财政大纲 我们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政府收入 第二个是政府支出与预算 第三个是我们会跟各位同学介绍 到底财政政策工具 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 那第四个是 当政府面临财政赤字的问题的时候 那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排挤效果 我们也会在这里一并的跟同学做说明 首先在政府收入的地方 各位要先了解 政府一定要有收入才有办法 有收入来源才有办法做建设 所以各位一定要先了解 政府的收入到底从哪里来 简单来讲 可以分为实质收入跟非实质收入两大项 那什么是实质收入呢 各位接着看 实质收入就是政府 所科的税收 还有一些非租税收入 租税收入各位很容易理解 各位同学的父母亲都要缴所得税 那如果你开公司 就要缴NDC所得税 如果你有财产 比如说你有摩托车 你就要缴汽车含量税 你有房子 你要缴房屋税 还有土地增值税 那些都是租税收入 所以租税收入占了整个政府收入来源的 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还有非租税收入 什么是非租税收入 这边所提到的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营事业 他有一些国营事业的盈余 盈余都要上缴国库嘛 好所以盈余的收入 也可以当成是政府收入来源之一 还有归费收入 什么是归费收入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各位如果在骑摩托车 你的驾照到齐的时候 或是你的刑照到齐的时候 你必须要到什么 必须要到监理所 去换刑照或驾照 那各位 你去换刑照驾照的时候 那个柜台的小姐会跟你收200块 或是250块 那个东西就叫做归费收入 所以除了租税收入之外 政府还有一些相关 其他收入的来源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 非租税收入 好所以实质收入 其实基本上 占了政府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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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收入来源 另外 我们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非实质收入 非实质收入什么 实质收入顾名之一 就是你可以明显感受到的 你可以收到 你可以真正拿到的 那么非实质收入呢 各位看到有这三项 它说补助收入 简单来讲 补助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以县市政府来讲的话 县市政府的自由财源不足的时候 不是要仰赖上级政府的补助吗 各位可以理解吗 县市政府的钱不够 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 我们中央政府有补助款 我们可以补助你一节钱 让你的县市政府能够运作下去 那个叫补助收入 所以呢 所以补助收入是什么 是要看人家脸色的 所以它被归纳在非实质收入里面 另外一个是什么 移用以前年度的税记剩余 以前的年度如果有剩余的时候 我们把它移用过来 所以像这一项也是什么 也是非实质的时候 另外第三项公债以及借款 我们的钱不够 我们的失职收入收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的支出 大过于我们的失职收入 政府会发行公债还有借款吗 所以透过发行公债或是借款的方式 来弥凭收入跟支出之间的差距 我们说我们要做平衡预算嘛 这些东西就像是 我们没有办法实际拿到的 补助收入要看人脸色 然后用以前年度税记剩余 也是一样过路财神 不会经过我们 那公债跟借款更不用讲了 都是先跟其他人借的 好 这三项叫做非实质收入 那我们特别啊 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租税收入啊 到底政府的租税收入有哪三类呢 如果一根据他税源的区分的话 可以区分为所得税 消费税跟财产税 那各位看到第一段的内容 我们到就业市场上面去 我们投入就业市场 我们能够获取薪水 赚取了报酬 那个报酬就叫薪水 那么有了薪水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产品市场上面去买东西啊 根据那个经济活动的循环周六图 在前面的单元里面 我们已经跟各位同学说明过 我们有了所得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商品市场上面去买商品 我们赚取了所得 我们并不一定要全部把它花完 那没有花完 我们可以把它存下来 把这些钱存下来 存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累积我们的财富 那也因为我们这样的经济行为 那么政府在不同的面向上面 会给我们科税 比如说第一个 各位看到下一段 我们在就业市场上面赚取了所得之后 政府要给我们科所得税 所以各位应该会听过 个人综合所得税 所以只要你有薪资所得 我们就会根据你薪资所得多寡 然后按照累进税率来科你的 个人的所得税 那你有所得之后 你从事消费行为 你拿钱去买东西 政府就给你科什么 科消费税 什么样叫消费税呢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去逛外商场 买那些3C产品 如果我们说老板 麻烦请你开发票 那老板就说 那这样就要加税 加5% 那5%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值型营业税 那营业税其实就是消费税 因为你从事的消费行为 那么厂商呢 把这个税转嫁给你负担 你要多付这5%的销售税 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从事支出行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被科消费税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所赚取的所得 有一部分的钱并没有花掉 那并没有花掉 我们会把它怎么样 我们把它储存下来 那么储存下来 我们就要 政府就会对你科什么 科财产税 因为我们有了这些所得 我们可能去买房子 我们去做一些投资 会有一些资本利得 那政府就会对你这样的一些行为 科税 那这样的税呢 就叫做财产税 好 或是说 各位耳熟能详的什么 遗产税 赠与税 这些东西都是财产税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分这个细项 再跟同学做说明 什么叫所得税 所得税就是 根据你所赚取的所得 扣除掉 你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用 你的抚养 如果各位知道 你的父母亲在报税的时候 一定会什么 你的薪资所得扣除掉 你的一些扣除额 比如说你有抚养 亲属 扣除掉之后 我们再根据你的科税所得 根据你的科税所得高低 乘上你的累进税率 你到底要缴纳的税额是多少 好 这个叫所得税 那么所得税呢 根据这个主体 我们又区分为自然人跟法人 好 法人就是什么 法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司 那么公司 对公司的所得科税 我们说就是什么 就是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么对自然人 自然人就是我们个人 我们对自然人科税 好 这叫做个人众合所得税 这个东西很简单 公司的公司有所得缴纳 盈利事业所得税 个人有所得缴纳 个人众合所得税 接下来是消费税 好 各位看消费税的定义 消费税是说 对财货或劳务的销售行为 所科真的注税 那基本上 各位看到这样的字句 对财货或劳务的销售行为 那基本上这个税是要谁负担 消费税其实是厂商负担的 生产者在卖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必须要缴纳消费税 可是 因为 他能够 生产者能够怎么样 能够把这样的税 转嫁给消费者负担 所以我们刚刚举的 那个光华商场的例子 所以光华商场的 那些店员店家才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开发票的话 那么我们要加5%的税 因为他要把这个销售税 转嫁给你负担 那 接着说 消费税的税机是消费的支出吗 所以你看 他说 加5% 是什么的5% 是你买这些东西的金额 total金额的5% 所以消费税的税机是消费支出 就是你的支出的金额 你买了100块的东西 然后要开发票 那你最后要给店家的金额是多少 是105块 因为他根据你的消费金额来磕税 好 所以换句话说 消费税是针对所得 扣除除去以后的消费支出 为磕税的基础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消费税跟众合所得税 两者之间 在目前的讨论上面 有引起的一些广大的讨论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根据我们的消费能力来磕税 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现在我们目前的税制是 个人综合所得税 根据你所得的多寡来磕税 可是 我们所赚取的所得越多 可是 如果我们没有把钱花掉 我们把钱除去下来 可是 你要对我磕税 那是不是会惩罚这些 对于什么 对于 除去的这些人 是有惩罚的 这样的一种 现象发生呢 所以 很多人就会讨论说 那 要不然 我们就是根据你的消费的支出的能力 来磕税 好 所以你看 接下来这一段 他说对消费行为磕税 有鼓励除去的作用 因为 我们不再针对什么 不再针对你的所得 越高 磕比较高的税 因为 这样会惩罚除去嘛 所以 我们如果直接对消费行为 你赚了钱 你拿去买东西 哇 你的消费能力好 哇 我们就磕比较高的税 你的消费能力比较差 我们就磕比较少的税 那么 这样会有鼓励除去的作用之外呢 那么用于除去的所得 又可以免磕所得税 所以 才会有很多人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个人重额所得税 转为消费税的形式 根据你的消费能力来磕税 会比较好 那么接下来是财产税 财产税什么 财产税里面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 好 比如说像余产税 财产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还有什么 土地真实税 你拥有了土地 你拥有了房子 你必须要缴纳土地真实税 你必须要缴纳房屋税 因为你把钱存下来 你买了房子 你买了土地 所以你必须要缴纳这些税 或是你把钱存了下来之后 你有遗产税 你过世了 你要缴纳遗产税 或是你把钱赠予给你的亲朋好友 你要你必须要缴纳赠予税 好 所以在我们个人 以我们自然人来讲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有所得要缴纳所得税 我们有支出 我们有消费支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缴纳消费税 即使我们有储蓄 这些所得储蓄下来 我们也必须要缴纳财产税 缴纳租税是人们应尽的义务 也因为有这样的税收 我们政府才有办法来支应 许许多多的重大的建设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财产税 特别是遗产赠予税的部分 好 如果这一个人 他死亡了 他所剩下来财产的总额 我们根据他财产的总额 作为计算的基础 乘上他的税率 我们就可以得到 他所要缴纳的遗产税 那目前我们国家是采用 这样的一个总遗产税的 这样一个方式就是 你的财产总额乘上他的一个税率 就可以得到你所要缴纳的遗产税的总额是多少 那另外一个是叫什么 叫做分遗产税 就是根据每一个继承人或是受证人 他所继承或受赠予的财产的金额 分别科税 好像很麻烦 所以在我们国家 我们就是采用总遗产税 你的遗产总额多少 乘上他所对应的税率 就可以得到 你要缴纳遗产税的金额是多少 接下来 遗产税是什么 遗产税是因为你死亡 所以留下来的遗产 我们必须对于这样的遗产 各位看这句话 他在财产权做所有权移转的时候 我们必须缴纳这个遗产税 符合直接税的本质 好 可以改善社会财务分配的优点 好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叫做直接税呢 直接税简单来讲就是 实际缴纳租税的人 就是纳税义务人 比如说所得税就是直接税 你有心之所得 你缴纳了个人众合所得税 实际缴纳租税的人 就是纳税义务人 我实际缴纳这个个人众合所得税 我就是这个纳税义务人 所以是直接税 所以遗产税呢 它是一个符合直接税 这样的一个优点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赠与税 赠与是什么 是针对财产所有人 可是他还没死亡 他在还没过世之前 他先做了一些所得的分配 把这些财产分给他的其他人 那么我们这些其他人 收到了这一笔所得之后 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赠与税 来磕税 各位理解 这个人还没死亡 他在他还没过世之前 他有一笔庞大的所得 一笔庞大的财产 他可以把怎么样 他可以无偿的分给其他人 可是当我们收到这一笔钱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收到这一笔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缴纳赠与税 所以在不同的面向 我们都必须要去缴纳不同的租税 这是有关于政府收入的部分 那么在政府支出 我们把它分为经常性的支出 经常性的支出 各位看投影片上面就可以理解 我们来付一些公务人员的薪水 买一些办公用品 一些非耐久性财货及劳务的购买 付员工的薪水之外 还有就是什么 我们要去支付 这些经常性的支出 我们要去拿来还什么 拿来还公债的利息 公债的利息 以及什么 移转性支出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单元里面 已经提到移转性支出 移转性支出就是什么 社会福利 所以政府在去做一些 社会福利政策的时候 在执行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的时候 这些支出都是属于经常性的支出 那么资本性的支出是什么 固定资本财的购买 与权力的取得 好 所以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设 公共投资 就是资本性支出 以及什么 以及政府不是会发行公债借款吗 所以这些借款 这些负债 我们去偿还的那个金额 一样也叫做资本性支出 但是公债的利息 是经常性支出 所以政府支出 涵盖两个部分 经常性支出 以及资本性支出 两个的内容 还有性质是 不同的 这个部分 也请各位同学 能够多加的留意 那么接下来 谈完了收入跟支出 我们就必须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政府预算 政府对人民磕税 有了收入 那政府要去做一些 招考公务人员 雇佣公务人员 来对我们提供服务 那又要去做一些公共建设 好 所以就有了政府支出 那如果说今天政府的收入 减去政府支出之后的余额 好 我们把这样 有剩余的话 叫做预算余额 可是各位 预算余额 有可能是正的 也有可能是负的 政府收入减去政府支出后的余额 叫做预算余额 各位接着看 如果预算余额是正的 收入大于支出 那么收入大于支出 当然预算就会有剩余嘛 就要叫做预算余额 可是各位 预算余额如果是负的 预算余额是负的 就表示政府的收入小于支出 换过来说 政府的支出大过于你的收入 哇糟糕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预算的赤字 那么产生预算赤字的时候 各位 哇 钱不够 钱不够怎么办 只好发行政府公债 或是跟银行借款 或是跟民间借款 来米平这个预算赤字嘛 好 在最后面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好 什么叫做平衡预算 如果收入刚好等于支出 预算余额是0 哇 刚刚好 钱用的刚刚好 这样的东西就叫做平衡预算 好 讲到了这里 各位 我们要说明财政政策 从前面我们说明了政府收入的来源 以及政府支出 消费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财政政策工具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税收 也就是收入工具 另外一个是什么 支出工具 所以简单来讲 政府可以透过财政收入这样的一个收入工具的调整 或是财政支出工具的调整 来影响总体经济的表现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介绍完了收入跟支出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到 到现在 有两项财政政策工具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财政收入工具 一个是财政支出工具 那我们接着就要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那到底 这样的财政政策工具 能够 如何来影响 整个 整体的经济发展 各位看到 同学们上面所说的 假设 目前政府 准许 将研究发展费用 视为营运成本 各位 政府鼓励企业投资 鼓励企业创新 他们都会将什么 都会将研发费用 视为成本 那么视为成本之后 企业把研究发展费用 视为成本之后 而作为它 收入的扣体项 那么 作为收入的扣体项之后 就会怎么样 就能够鼓励企业愿意投资 鼓励企业愿意花钱 来研发 新的产品 追求创新 所以 当政府做了这样的一个 研究发展费用的 这样的一个扣体 就是什么 就是透过收入工具的调整 我们说收入工具 讲的是财政收入来源 但是 我们宁愿牺牲一点什么 我们宁愿牺牲一点收入 让你的研究发展费用 视为成本 视为 收入的扣体项 那 我们能够促进企业的投资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加速折旧 各位都知道 工厂 厂房都会添购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每一年都要摊提折旧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政策 透过加速折旧的方法 来摊提折旧 来摊提机器的折旧 一样也都是在鼓励企业的投资 甚至说我们对于资本利得 优惠磕税 好 各位 如果我们对于资本利得 能够优惠磕税 是不是间接的也是鼓励 企业投资 因为 如果 企业去做投资 他赚了钱 你又要 磕很多的税 那企业为什么要做投资呢 所以如果政府 能够退资本利得 优惠磕税 那进一步 就会鼓励企业去做投资 那因为这样子 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 税收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当然就会鼓励 他的那个未分配盈余 公司不是赚的利润吗 他能够把这些未分配盈余 再来做投资之用 所以各位 在这张投资影片里面 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政府利用了什么 利用了税收这个工具 我减少税收 透过税收工具 来带动企业的投资 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这张投资影片所展现的是 透过税收工具 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这个是税收工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说 除了税收工具之外 其实财政政策工具里面 还有一项叫做政府支出 所以各位看 这一个财政政策工具里面 有一个叫做自动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各位想想看 如果景气过热的时候 景气过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 景气过热的时候 物价会一直不断的膨胀 那景气过热 物价一直不断的膨胀 这个时候 政府就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让政府支出减少 税收提高 让政府支出减少 税收提高 这个时候景气就会慢慢的被压制下来 可是如果景气衰退的时候 景气不振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景气过热的时候 我们要采取的是紧缩性的政策 希望什么 希望透过紧缩性的政策 支出减少税收提高 把景气抑制下来 但是景气不好 景气在呈现一个 比较低迷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采取一个什么 扩张性的政策 希望透过支出的增加 以及税收的减少 来刺激景气提振景气 所以这一个财政政策 它具有一个自动稳定的功能 当景气过热的时候 我们透过这个紧缩性政策 把景气抑制下来 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透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把景气带动下来 这个叫做财政政策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在财政政策工具里面 有所谓的支出工具跟收入工具 请问 各位思考一下 支出工具跟收入工具 哪一个在刺激景气的效果上面 是比较明显的 各位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财政政策工具里面 有支出工具跟收入工具 其实支出工具 政府支出的工具 跟收入工具比较起来 支出工具 比较能够达到短期扩张的效果 所以各位市场会听到什么 在过去年几年前 有扩大公共建设 什么民间参与投资新建 什么政府的一些政策 这个都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在增加政府支出 扩大内需增加政府支出 所以支出工具在短期 比较会有扩张效果 可是对于人民的感受来讲 政府做了很多扩大内需的事情 可是人民的感受 反而是比较弱 倒是收入工具 给民众的感受 是比较强烈的 这是这个额外补充说 支出工具跟收入工具 两者之间 他们在刺激景气上面的差别 那最后我要跟各位提到的是说 政府当他的收入 不足以支应他的支出的时候 产生了财政支支 所以他必须要借钱 那他跟他借钱的时候 他说各位看到这一句话 借钱他可能是怎么样 他可能是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之后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 也就是什么资金排挤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叫做资金排挤效果 各位看 政府的钱不够用 所以他必须要发行公债 或向银行借钱 好 那不只是你政府有需求 民众也有需求啊 可是市场上的钱 市场上的资金就是那么多 你政府因为钱不够 好去借了这些钱之后 是不是就排挤了这个民众 去借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 会造成利率上涨 好各位重点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会用图形 跟各位同学说明 造成利率上涨之后 民众更不愿意借钱来投资 所以会对于整个经济产生不良的后遗症 再讲一次 挣不够钱 好到市场上去借钱 到市场上借钱之后造成利率提高 利率提高之后 民众更不愿意借钱 因为利率上涨 借款利率更高 更不愿意借钱来投资 所以对经济是更不利的 那各位我们从图形来说明就可以了解 好这是原本的一个资金的市场 那现在因为政府的钱不够 他的收入不足以资议政府的支出 所以他要借钱 他对于这一个资金的需求提高 所以各位看 原先的这条深蓝色的线 因为政府的资金需求增加 他钱不够 他的资金需求增加 所以这一条资金需求线往右移 所以造成什么 造成利率的提高 有没有 远先的均衡点 移到这边来 造成利率提高 好所以利率提高之后 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借款利率提高 你愿意借钱吗 所以你根本不愿意借钱 私人根本不愿意借钱 所以不愿意借钱之后 就会排挤到私人的投资 好这个是从图形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论述 那所以 因为财政资质的发生 排挤了私人的投资 对于整体经济产生了这些不良的后果 就是不愿意投资 经济成长就没有办法带动上来 所以不利于经济的成长 第二个 公共债务庞大 我们说原先财政政策工具 它有一个景气稳定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我们的钱欠的太多 都是需要用借钱的方式 来 来做财政政策的操作的话 那根本你那个自动稳定的机能 就没有办法运转 第三个 这是相辅相成的事情 陷入已债养债的陷阱 因为我们今年的钱不够 我们就要发行公债借款 可是我们 明年 如果我们钱又不够 我们是不是又要一直借钱 一直要借钱 所以陷入已债养债的陷阱 所以不利公共投资的推动 为什么 因为没有钱 我们要做建设的时候都要借钱 所以变成未来的政府 绑手绑脚不敢做事情 因为只要做公共投资就要借钱 所以一直借钱已债养债 所以这些就是什么 财政资质所引发出来的这种 不利于整体经济的一些不良的后果 所以 目前在世界各国上面 也都有些类似的现象 因为财政资质政府收入不足 所引发出来一些经济的问题 好 所以在这个单元 会从一开始的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好 然后到来到了这个财政政策工具 那我们也跟同学特别说明了 支出工具是比收入工具 有在短期呢 有很好的 这个刺激景气的效果 但是收入工具呢 对于民众 减税这样一件事情 对民众的感受 才是比较深刻的 那么 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了一些图形 来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如果今天政府是处在一个 财政赤字的状况之下 那么 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 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希望各位同学 在往后的这样的一个 复习的时候 能够再好好的 去把这个单元的内容 做很相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